你如果缓过来了 应该还是会感谢这份感情的吧 至少让你变得更柔软了 更接地气了 至少我是这样觉得啊 你比以前更好了 那再一个呢 你现在不自信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俩 一个就是之前说的情商 第二个是不是因为年龄 都对 接了姐弟恋的人多多呀 你看你跟江洪凯就不是姐弟恋 长相啊 家世也都挺般配的 还不是一样的走不到最后吗 现在世界上离婚率那么高 我就不信 都是因为姐弟恋 所以你就放心大胆 却爱能怎么的 我是在想 在我自己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之前 对别人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公平 你真的想得好多呀 你这样吊着人家 才真是对人家不公平吗 他也是李懿过的 他懂的 他理解的吗 不能遮挡就忍耐 怎么你却放任我不管